樁花縣河美鎮的一名男子 平時向親友借錢過日子 就是不肯去工作好好賺錢 而前天跟姐姐借錢被拒絕了 他竟然是意想天開 要把家裡的電視拿去變賣 還當時媽媽發現了上前阻止 雙方因此爆發極力拉扯 在過程當中 媽媽的手指還被車門給壓傷 民宅外自小客車車身還殘留血跡 差點被拿去變賣電視 也還放在車內 30歲的兒子只因為和家人 要不到錢花用 居然就把歹念凍到家電上 媽媽阻止爆發衝突 30歲男子平時沒有工作 缺錢花用 就像親友伸手當啃老族 六號和姐姐借錢遭到拒絕 男子居然意圖搬電視去賣 媽媽氣到上前攔阻 拉扯之間 手指還被車門壓傷 現場預爆炸直卷之後 送往醫院來做緊急處理的動作 還好經過開刀治療 老母親沒有大愛 遠景獲報立刻將傷人膩子帶回派出所 警察本案是母子的家庭糾紛 我們舉會依法以送地險署來偵辦 辛苦養大兒子 有手好險還為了錢六親不認 讓年脈的老人家心碎 對他們來說這真的是最悲慘的福情節 記得按摩綜合報道